接下来呢要带大家持续关注的就是新北地院少年法庭 在昨天呢审理这个社犯国三男学生的割警命案的干戈干妹 昨天呢是依照这个杀人罪就判持刀行凶的15岁郭姓干戈是9年的有期徒刑 那引起事断这个15岁的林姓干妹呢则是8年的有期徒刑 因此呢就被外界通批说疑似是有侵判杀人暴行的嫌疑 但是呢这个少年法庭的判决理由就指出说 其实两个人是适用这个未成年人的减刑事由 而且呢在审理期间他们已经可以渐渐的察觉 并且反省自身的过错以及不当的言行 希望未来可以借由较长期的矫正处域 来导正两个人的偏差行为跟观念 而郭姓少年的父母以及林姓少女的父亲 昨天都陪同两个人来开庭 庭后呢这一名郭姓少年的父亲就表示说 自己有向死者的家属道歉 还说儿子只是比较爱玩 等他回来能弥补就弥补 甘妹降缩甘哥砍死学校同学 分别被判8年与9年徒刑 新北地狱IP轻判 说是因为这两人已经逐渐察觉反省 甘哥父亲更说 儿子比较爱玩等他回来再弥补 回顾案情 去年12月底新北某国三女学生到别班找朋友聊天 被该班同学制止 女学生便要同年级的甘哥替他出气 甘哥尽持弹簧刀 狂砍同学投紧石刀 证明国三生当场大失血 相遇后生重不治 昨日新北地院少年法庭依杀人罪 判甘哥9年甘妹8年徒刑 并表示两人是用未成年人减刑事由 且被收容期间已见能觉察反省自身过错 甘哥的父亲昨日也现身法庭 露出大片包手包脚刺青 向遇害男学生的父母道歉 并表示儿子比较爱玩 等他回来能弥补就弥补 但被害家属仍无法接受 怒视甘哥甘妹在法庭上装乖装哭 司法也完全向加害者一方倾斜 难道那两个凶手犯的错 就该由拐桥董事的孩子来承担吗 全案仍可上诉 而针对这样的判决呢 杨姓少年的父亲痛疲司法已死 另外呢 新北市议员十一佑还指出 郭姓少年在出庭的时候 态度呢相当恶劣 从头到尾呢都没有认错 甚至呢还称 人不是我杀的 刀子不知道怎么飞进来的 让他气得直呼 你听得下去吗 也让杨爸爸一度哽咽落泪 对于这样的结果无法接受 表示一定会上诉 我刚刚已经跟我的天生讲说 我一定会上诉 我觉得 这种痕绝谁能够接受啊 郭三山科宏命案 昨天宣判 死者杨姓少年的爸爸 随后与新北市议员十一佑 视讯气到哽咽落泪 对于持刀砍人的干戈 国姓少年声称 不知道刀子怎么飞进来的 杨父痛批 说不知道有带刀进去 自己会飞进来 那他之前在早餐店跟其他教室 亮个刀也是直接直接飞进来的 干妹妹灵性少女的公词 也让杨父气愤不一 之前刚开始的时候 他还叫他旁边的人去阻止他 不要多管闲事 那是对的吗 干戈的父亲在宣判后 只说儿子已经有悔疑了 但杨父并不这样觉得 十一佑也说 他与杨父都知道有少事法在 不可能判死刑 但起码也不要判这么少 欢美几年就可以假释出狱 换个名字就大尾咯 北市有多位女明代近日 收到了恐吓的电子邮件 述不了解 受害者有民进党议员 以及国民党议员等人 那电子邮件的内容 里面包含了威胁性的言辞 以及性骚扰的暗示 根据了解受害的严若芳议员 已经向警方报案 强调民众如果遇到言语羞辱 都不应该隐忍 要为自己勇敢站出来 联络方议员表示 从9月24日至今 电子邮件几乎天天 都会有同位的 都会由同位的民众寄信过来 内文夹杂了许多性羞辱的语言 让我和团队不堪其扰 但我不会忍气吞声 将会向警方备案 也借此向大众示范 如果遇到这般的言语羞辱 任何人都不应该隐忍 应该要勇敢站出来 捍卫自己的权益 我也要提醒大家 无论对象是不是公众人物 在评论时都应该谨言盛行 彼此尊重 千万不要沉一时的口舌之快 而招致法律后果 而对此呢 士林警分局表示 因为辖区也有女明带 收到信骚邮件 目前已经锁定可疑的对象 并暴请士林地检署指挥侦办 将进一步厘清歹徒 是否为单一人士 以及他的动机为何 接下来让我们持续关注 台湾的社会消息 在今年的中秋节前后 台东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 蝗牛小米粽中毒事件 总共造成了三死九伤的惨剧 而发生了被害人的体内 以及捣米用的米装 以及吃剩的小米粽 都含有剧毒的农药 托福松 不过诡异的是呢 该批小米是死者 曾姓阿嬷的一名亲友所赠送 究竟呢是不小心混入 还是遭到亲人下毒 有待调查理情 托福松多半是用来防除农田 或是果园的地下害虫 具有浓烈的蒜头以及瓦斯臭味 刺鼻味道令人作恶 已经很少人使用 就连贩售的农业行也不多 若不慎食用 急性期的症状包含抽搐 大小便失禁 或者是呼吸衰竭 一般在五分钟到半小时内 就会出现反应 因此除了买卖需要实名登记 外包装还会注明很危险 不过诡异的是 该批小米是死者 曾姓阿嬷的一名亲友所赠送 托福松究竟是不慎混入 还是蓄意添加 有待调查理清 期间是否有其他亲友一起参与制作 亲友间是否有财产 或者是感情纠纷 诸多疑点 都是专案小组要理清的重点 以及研判是否有下毒的动机 全案正常的酷失致死 或者是杀人重罪的方向准办 演艺圈的好消息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狱天后二姐江会 之前是因为抗癌 所以宣布封麦九年了嘛 那之前呢 他是惊喜宣布复出 将在10月5号的时候 重拾麦克风登上台北大巨蛋 来为国庆晚会献唱 不过现在呢 更传出他将会在明年的时候 全面正式复工咯 而且他到时候会返乡高雄 来举办他的个人演唱会 时报周刊City One就掌握到独家消息 说江会预计将会在明年7月 暑假的时候开唱 而且呢 场次至少无偿起跳 而复出演唱会也确定 将会由高雄出发 江会九月初突然自曝说 自己离癌 以及入院开刀化疗等经历 透露自己在2015年 祝福演唱会的前夕 发现身体异状 硬撑着在一个半月内 唱完25场演出 最后检查确定离癌 幸好治疗之后 已经恢复健康 而对于江会 明年将在高雄巨蛋开场一室 City One接获独家消息 指出宽宏艺术 已经在跟高雄巨蛋的营运厂商 申请明年7月的场地 而先前宽宏艺术对相关的报道 也没有否认 只是低调怀疑说 都还不清楚 目前还在讨论跟考虑当中 而对于这个好消息 高雄市长陈勤迈先前也对外表示 的确有透过共同朋友 以及联系管道 来邀请江会到高雄开场 付出开宴唱会顺其自然 陈勤迈笑说很多细节还不能说 这个秘密容我先做保留 等到实际成熟就会跟大家讲 看来歌迷们可以准备冲了